您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新闻话题单元 我是主播张伯仲 上周末美国国务院公告 有关台湾前进国造的行销核准群 我方大多解读 这意味着小部系政府核准后 长期被置之不理的受台前进案 可能出现新眉目 这一新话题我们要连线 国立政治大学名誉暨兼任教授丁树范 一起设法参透川普政府新动向意涵 丁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想摸清楚川普政府的新意图 最好先来回顾一下小部系时期那笔 可以说永远只闻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的前建军售案 有人认为那是因为美国自己原本 就已经不再生产柴电动力前建 想帮忙也帮不上 不过也有人归咎于 后来台湾的执政当局 态度过如消极 无心采购 不知道丁老师您怎么看待这笔成年老账呢 坦白讲 这是一个的确是成年老账啊 因为从陈水扁总统时期刚好小布希当选总统 那他开了一个金额很大的一个军售案 6800亿了 对 所以那这个军售案呢 引起国内蓝绿政坛的这个这个对立啊 呃 因为这个呃 蓝银当时在那个反对党立场 那么他们对这个军售案有有有很大的疑虑 骂是凯子军购嘛 对 那么所以这个案子就在立法院拖了很久 始终都没有过关 这个那么 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该负责的部分 就是说呃 国内对这东西没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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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姑且叫做共识吧 是 那么可是就是说呃 随着时间的发展 那么中国大陆那边整个军力在也是大幅度的这个现代化以后呢 那么我们的压力很大 所以在这个马总统执政的时候呢 那么总统府里面的确是有在讨论呃 我们要什么样的潜艇 要怎么处理等等等等 所以做一个先期的研究等等 所以就是说这个案子的确是从西元两千年 从那边总统呃 开始到现在的确拖了很久 有我们自己国内政治的问题 有我们就是说呃 我们到底要提供做什么样的潜艇 需要什么样的潜艇 美国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潜艇 因为美国现在只做核潜艇 不做所谓的传统动力潜艇 这大家都知道的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美国帮我们的话 他们要去哪里找这些 找这个找这些技术等等等等 那么美国也不可能这个为了我们而去买 把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现成的厂商设备 把它买下来 因为投资很高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这个也拖了十几年 是 这两天我们看到台北政坛讨论最多的 他们都想了解川普政府这次发出的行销 核准证 到底有什么样的用意 旅美军事研究家梅复兴他认为说 这次批准的对象至少包括了两家 应台湾邀请投标 而提供潜艇战斗系统系数的美国大厂 我们知道战性的绝对是潜艇战力的核心 所谓的红区设备 也是我方很难以靠自行研发就获得的关键要素 重要性不言可遇 陈老师你的看法如何 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是 美国对武器出售两种管道 一种叫军售 一种叫商售 军售一直就是说 美国国防部等于是当一个总代理 按照你的需求 然后由国防部下单给制造商 然后国防部帮你验收 保证你的产品的需求 可是商售的话呢 是我们自己要去找商人 自己去找产品 然后自己去做所谓的系统整合等等等等 所以基本上 似乎美国已经在启动了这么一个成就 所以让我们自己做 可是我想后续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 不过基本上这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我觉得这里面牵到背景因素很复杂 包括中国大陆的持续的崛起 以习近平就任以后呢 那么习近平过去五年的作为 让美国人彻底的失望 让美国觉得他的过去四十年的 对中国的政策是完全失败 那么所以这第一点 也就是说美中竞争 进入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了 另外就是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机军舰 最近经常的很频繁的绕台 会产生一个新的议题 就是到底这是不是代表中国大陆 打算放弃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台湾议题 因为这个东西是当初1979年 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说 当然中国大陆邓小平并没有公开承诺 以和平的方式处理 可是呢 美国一直强调希望 就是期待中国是以和平的方式处理 那么最近过去几年 特别是蔡英文总统就任以后 中国大陆一直频繁的以军机军舰绕台呢 那么的确是让所谓的 是不是中国大陆放弃和平方式 来处理这个台湾的议题 这个开始再又重新出现 那这个东西都会对美国行政部门 对总统 以及乃至于对于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跟压力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些背景因素 那么使得美国觉得可能必须要采取一种商壽的方式 来帮台湾增强这个国防的这个能力 可是实际上这个东西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美国不可能把它最好的技术给我们 通常美国卖给海外的技术通常会降等 这我想这是全世界都是这样 所以也就是说发这个销售的许可 并不到真正要做些什么样的东西 做到什么样的能力的程度 这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讨论的 是 其实除了战斗武器系统是战系之外 有关前舰制造的所谓红区设备 至少还包括了柴油主机 声纳动力 甚至还包括了当今我们可以说 先进柴电动力前舰都会配备的AIP 叫做崛起推进系统 而过去我国也曾经尝试 接触美国之外的其他可能供应者 不过一路跌跌撞撞 传言很多却都没有明确的进展 美方竟然有意提供战系 那么有没有可能也顺道替台湾 一并解决我们刚提到这些障碍 这些东西 我们以过去竟然就是说 过去进化战斗机来讲 就是说美国也是以技术移转的方式来帮我们处理 可是美国基本上它不是直接告诉我们 什么样是最好的选择 而是我们自己去构想我们要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能有几种选择方案 针对某一项技术 然后美国会告诉我们 会跟我们讨论说 这个每一种的这种技术选择 它各自利弊得失是怎么样 最后还是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所以这个东西来源就是说 这为什么我说 这可能还需要一些很长的时间 包括我们要培养人力 还有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跟 透过某些时候 是不是要透过跟美国合组一些这种公司 比如说当初我们IDF进化战斗机 用的引擎 是跟美国合组这个引擎制造公司 那么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 那么所以也不能排除 就是说美国可能会透过很多的方式 来让我们来进行这种技术移转 是 其实我方极欲想建构出潜舰战力 除了现有的海龙海虎 甚至已经成为祖父级的海事海豹 这四遭潜舰 已经逐渐没有办法担负起战备任务之外 我们知道对岸威胁日增 台海军力日益失衡 也是我方千方百计想要筹获 新潜舰战力的主要原因 川普政府这次表态 不知道老师您会不会担心 又会照例引发对岸 另外一次非常激烈的反应 这是不可避免 因为不管美国对台湾做了什么事情 对岸一定都会抗议 都会反对 所以大概也可以预期 他们应该会反对 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自己要想想 到底你这样的意义是何在了 所以基本上他们会抗议 他们会不会进一步对美国采取什么样的作为 我觉得这也值得我们去看 是 谈到潜舰国造 每次总会看到 我们的台船通常会出面信心满满 排胸浮保证说一定能够完成舰体打造任务 不过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过去没有真正完成过一艘军用潜舰 以至于有人认为 即便有一些来自国外的战系 或是动力系统援助能够到位 我们自己在组装或测试种种方面 其实还存在很多高难度挑战 不知道老师您对于政府提出的完工服务役期限 你会感到乐观吗 当然这是很大的挑战 不容很乐观 可是我想我们也没有悲观的权利 因为这是一个 怎么讲 坦白讲我们没有什么选择 非作不可的 真的是非作不可 所以也没有悲观的权利 我只能期待就是说 执政者跟主持者能够很慎重的看待这件事情 然后不管从人力的调配 这个人力的征选 然后乃至于资源的分配各方面的 能够能够把最好的人摆在这个最好的位置 让这个事情能够能够尽早成功 我想这是我想对执政者跟主持者来用最大的任务 应该是这样的 你正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 新闻话题单元 我是主播张伯仲 美国国务院针对协助台湾前进国造有了新的举动 让这笔延挡20年的成年老案又重新掀起破烂 非常感谢丁书范教授 请为我们重新检视同时思索 事件的重要性和可能走向 写听老师 谢谢你 OK 哪里 OK 好 拜拜 拜拜